9月11日 一个悲伤的消息传来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沙田发先生去世了 像年84岁 这是真正的悲伤 因为他曾经迟早无一 那给了我们很多快乐 收音机和沙田发是60后 70后的成长伴侣 对现在的90后 00后来说 沙田方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但是对60后 70后来说 但老旧意味着成长的陪伴 我还记得小时候 抱着收音机听随唐演艺的情景 每一次节目 大概只有45分钟 结束了就要等第二天 两天节目中间 是一斤的空虚 沙田方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我一边听他的评书 一边阅读随唐演艺 空闲的时候 那时总是有很多空闲 我就向周围的小伙伴 讲述随唐演艺中的故事 这成为我读书的起点 我的讲述 当然不能和沙田方相比 也和书本里的故事有出入 但是这种自己讲书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沙田方的评书 也和随唐演艺不同 他懂的评书 是一种再创造 后来 我们有幸在电视上看到丹佬的表演 不但有大量女生词 也有很多手势 他一个人 就可以演出千举万马 演出不同英雄好汉的性格 在电视里看到的他 和小时候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他 是高度统一的 大佬的评书给人很好的画面感 这得益于他小时候的训练 1949年之前 他就看过不少电影 也看过很多连环画 当然 他也听过很多就是的评书 这些经验给他很好的启蒙 沙田方的父亲兄弟三人都是说书的 但是父亲认为说书是被人瞧不起的行当 希望他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将来干别的行当 这种防范 某种程度上变成更强烈的吸引 1954年 沙田方考进大学读工科 但是最终他还是成了一个书书人 这是命中注定 其实也说明他对评书有真正的兴趣 不过 他看电影 读工科 都不算浪费时光 最终他赋予礼评书 这个古老行当 以新的生命 到了80年代 几乎每个北方人都听过他的评书 电视还没普及的时代 他用声音给人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如今生意产品众多 但沙田方读音无沙田方的流行 某种程度上 也是半时代的匮乏所赐 那个时代 中国人普遍缺乏可以读的印刷品 在农村 甚至有大量文盲 但是 即便是一个文盲 也能听懂呆老的评书 这就是生意 艺术的魅力 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前 甚至在电通网乡村之前 农村人可以通过收音机 和一周简陋的挂在墙上的广播 来听一些新闻 在这样的时代 沙田方的评书就是最高级的大众艺术形式 只有少数广播剧可以与之媲美 电视时代的到来 让评书这种艺术走向衰落 过去 除了收音机上厅 上前方 圆阔成的 评书 也有一些草根评书人游走在乡野 有了电视 人们就更多的待在客厅了 电视当然更好看 即便是上前方的电视评书 也无法和电视剧相比 他的节目 只是一些怀旧者在看而已 吸引不了更年轻的电视观众 如今 随着一些听书软件的流行 声音读物又开始受宠 人们可以一边做家务 做地铁 一边听书 越来越多的书被制成了声音产品 听书似乎也有回光反照迹象 但是现在的听书 只是打发无聊时间而已 大多数声音书似乎是机器在读 有时候在车上听到死板的对白 简直毛骨悚然 究其原因 听书和听评书 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声音书都是一些流水作业 是无限复制 而评书则是真正的艺术 即便是同一个人 不同时期的录制 效果都是不同的 指望那些制作声音书的人笑傻 天方学习 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 它是独一无二的 像流行划过夜空 就不会再回来了 文章封媒体人